今天是6月21號 我們準備去花蓮來個兩天一夜的旅程 在蘇澳休息站休息 好我們到了花蓮 公正包子 公正包子是我真的覺得很好吃的一個東西 它的皮非常的香 謝謝你 好的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來到了銀山水 聽說是 天氣沒有到很熱可是很悶 小黑蚊很多 全部都是 好癢啊 哇 小黑蚊太多了 你看看看看看 這是鴨子還鵝啊 好像是鴨啦 很好鴨 不會 Moscow 鴨啦 鴨啦 鴨感覺 不曉得 馬尼 這裡雖然很漂亮 但是除了天氣沒人之外 最主要就是 蚊子真的太多了 我們只能趕快的換一逛 來花蓮當然一定要玩水啦 我們找到一個跟翡翠谷很像的地方 這裡剛好完全沒有人 所以我們等於是包場了 那我們盡情的泡在雪裡消暑吧 好我們現在在東大大大大化 大門夜市來花筆蓮一定要來的地方 那今天可能是因為刺激的關係 所以 人特別的少 要排這麼多東西一下就排到了 家有很多店都沒有開 很快就可以買完我們要吃東西 耶我們買完東西了我們現在要準備回去平宿吃東西 不過我們 拿了有點太多的塑膠袋 下次要記得自己帶塑膠袋 還比較好一點 今天我們住的是伊迪曼休閒民宿 這是我在Argoda上面找的 剛好有特價 只要1000塊左右 那我們住得非常滿意 東西都很新很乾淨 浴室 還是乾式分離 非常的棒 而且它還有一個小陽台 可以看空外面 整體來說非常的棒 推薦給大家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